全国各地县礼不断 大楼招火中上层浓烟滚滚的 大家知道领导办公一般都在大厦的中上层 大家请看视频 我们都知道 省公安厅那是警卫森严的机关重地 到袜子们办公的地方 这次江苏省公安厅起火的原因虽然不明 但是一定会非常不简单 主管治安防火的公安厅都起火燃烧 中共的管理水平由此可见一般 这次省公安厅着火也非常有象征意义 维稳重地都被大火烧了 何其大快民心 另一件大事也发生在江苏 江苏的张家港市著名的全国文明城市 市政府被人给炸了 应该是昨天早晨张家港市政府被炸 嫌疑人还发帖上网 他自己拍了一段视频 他自称叫袁建宏 他还说他有冤枉有冤屈 他要惩治贪官还我私宅和私企 应该是一个企业主 他的私宅和私企被中共给剥夺了 他是报复去炸市政府 大家也请看视频 这起张家港市政府被炸事件呢 发生在昨天早上伤亡不响 起码大门被炸飞了 说明这位袁建宏先生确有冤屈 否则他不会这样铤而走险 时间点选在两会召开的时候 地点选在市政府 可见是早有预谋 这个人才是汉子 比那些开车冲撞小学生的懦夫 高尚万倍 我们不一直说吗 冤有头债有主 出门左转市政府 这终于有人去市政府干事了 这才是英雄好汉 谁说无敌无豪杰 张家港城有英雄 正两句词 第三起大事是昨天下午在广西南宁 是南宁金向三区幸福集团路口 一辆大货车冲撞路人 连撞十几辆电动车 造成重大伤亡 相关视频网上也有 大家自己去搜 我这里就不放视频了 因为油管有规定 这起南宁货车冲撞路人事件 于一周前 也就是3月1号 山东德州的开车冲撞小学生事件 如出一辙 都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有什么冤期 都极为冷血而懦弱 真是南宁不宁 德州无德 又争两句 德州开车撞人 这南宁大货车又撞人 德州无德 还是张家港这个好 这三起政大事件 官媒都不见报道 也肯定不会报道 尤其是在两会期间 给习总添堵败姓的新闻 谁也不敢刊登 然而这些层出不穷 此起彼伏的恶性事件 无不照视着官民矛盾和社会矛盾 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地下的岩浆已经沸腾 火山口已经不断有小型喷发 正像不久前 西南几省的大火 从贵州到广西火烧连营 正所谓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可以预计 今年内还会有不断的这样的大型案件发生 而且后果会越来越严重 不断的冲击中共的独裁统治秩序 中共的两会正在进行 网民和舆论注意到了一个会场细节 习近平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两个插杯 别的领导人面前只有一个插杯 他面前有两个插杯 舆论讨论了这个事情以后 习近平又开始较劲 他面前现在三个插杯了 大家看照片 估计我们再说这个事 包子面前的桌子上就得放四个插杯 我们要再说 他就桌子上放满插杯 要气死我们 为了向习总看齐 我这也放了四个插杯 我比他多一个 他现在三个 我比他多一个 他明天要放四个 我就放五个 跟他较劲到底 反习反党 就是不断较量 根据爆料消息 两会习近平的面前 之所以有两个插杯 是出于安保原因 因为桌上有一个杯子 是会晤人员提前摆放的 习近平觉得不安全 怕被下毒 所以由贴身卫士 带来一模一样的杯子 喝水就用自己带来的 第三个杯子 是装有药物的 倒不是毒药 是习身体不好 怕时间长了 他坐不住 第三个杯子里有提神兴奋的药剂 能让习近平保持体力 看上去健康精神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昨天晚上就祈祷 给习近平放药的医生 最好能够心心发作 多放点药 让习近平喝下去 在会场上就嗨起来 兴奋起来 然后让他出丑 那多好玩 今年两会习近平不让李强开记者会 但是部长们可以 昨天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记者会 记者们的蜂拥而至 看不到李强的记者会 就看王毅的吧 聊胜与无 王毅主要是谈外交工作 都是些老生常谈 他也一改前一段时间的柔软身段 恢复了战狼姿态 大骂美国 当然现场提问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没有人敢问秦刚的问题 王毅强势回应外交方面的21个问题 看价势 今年两会他不会交出外长一职 刘建超还得等待 搞不好要明年的两会 刘建超才能接班外长 延续30多年的总理记者会 被突然取消 而让舆论震惊 也让媒体 关注习近平和李强的真实关系 周二 李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澎湃新闻摘引了他在谈到取得的成就时的一段话 李强说过去一年取得成绩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长度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的指引 总之一句话 一切都归功于习近平 但是这也可能是想给习近平挖坑 那就是说所有的缺点和事物 当然也要由习近平来承担 还有网民观察到 说李强真是伪总理 奴性十足 媒体拍摄到李强在两会上与习近平互动的情况 相当值得玩味 根据央视的影片 李强连鼓掌都不敢自己做主 要先偷看旁边的习近平 确定习近平开始鼓掌了 自己才敢跟着鼓掌 而同样习近平身旁的全国政协主席黄沪宁 亦是如此 鼓掌前得事先瞄习近平一眼 接着才能做出动作 大家请看视频 习近平最近一再提新制生产力 无非就是什么AI 什么半导体 就是高科技 企图靠高科技来续命 而最近欧美国家连媚出手 打压中国的新制生产力 包括在半导体 电动汽车 生物医药 这三大领域 欧美突然发动科技领域的新一轮极限施压 专门针对中国 在芯片领域 两天内 连出三则大消息 第一是彭博社消息 美国施压日本 德国 韩国 荷兰等国加入对华芯片出口管制行列 第二是路透社消息 欧洲光刻机阿斯迈计划将公司搬离荷兰 第三是政治杂志消息 世界领先的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正在切断与华为中芯国际的合作 每一条都是重磅的大消息 第一条我们就不解释了 大家一看就懂 美国联合 日本 德国 韩国 荷兰 加入对华芯片出口管制 这个大家一看就懂了 从第二条阿斯迈开始说起 稍微了解一点半导体的朋友都知道 阿斯迈的光刻机是全世界最好的 营收占全部光刻机行业的80%以上 且只有这家能生产高端的光刻机 其最先进的EUV光刻机 应美国要求已经不卖给中国 但传统的DUV依然可以卖 根据市场传言消息 给华为生产最新手机芯片的 就是DUV系列中的1980i 此前阿斯迈只对中国采取有限度的竞售 依然销售成熟的光刻机产品 现在虽然国内7纳米的芯片生产技术瓶颈已经打破 但只要阿斯迈完全禁售或者停止维护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依然处于危险之中 有蓬佩社的消息佐证 美国政府今年已经要求阿斯迈在实行出口管制前 不能为中国的设备进行维护 不给中国的设备维护了 那中国的设备就玩不转了 还生产什么芯片呢 阿斯迈暂时没有应允 可是一旦阿斯迈真的搬离荷兰 未来在新的场地 能否像荷兰这样抗住美国的压力 保持有限度的中立 这完全是个未知数 第三条消息也极其重要 比利时威电子研究中心 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新天研究机构 这家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 不仅涉及到设计封装 还有中国最缺的制程领域 其研究水平一般领先工业界三到十年 华为长期和比利时威电子研究中心合作 现在这一段 对华为在先进芯片领域的探索 对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又是沉重的打击 电动汽车也没有落下 首先是欧洲对中国的电动汽车下手了 根据路透社的消息 从3月7号起 欧盟委员会即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 进行海关登记 登记看起来没啥 实际上就是为了后续补税做准备 因为从今年7月开始 中国电动车可能在欧洲 被征收高额的反补贴税 欧盟的反补贴调查正在进行 美国也没闲着 3月3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中国的制度电动车就像装上了轮子的iPhone 可能每分钟都在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数据 雷蒙多夸张的表述意味着官方的舆论造势已经开始 此前美国的制造业联盟在一份报告中要求白宫出台政策 阻止美国汽车企业从墨西哥进口中国企业制造的汽车零部电 电动车是中国高产值行业里最具竞争力的领域 欧美联合针对中国电动车的趋势正在形成 生物医药领域也惨遭毒手 今天在股市上药明康德跌停 药明生物港股暴跌21% 华大基因和华大制造也同样大跌 药明系是中国创新药物领域的龙头 全球前三的CXO企业 外人称之为创新药界的华为 华大系大家都清楚 是全世界基因测序的龙头企业 导火索是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 刚刚提案的生物安全法案被通过 这个法案最终可能导致这两大集团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而我们知道全球的龙头药企 基本被美国把持 被美国排除 营收收入的天花板 起码要跌掉一半都不止 从芯片到新能源汽车 再到生物医药 接二连三的产业打击措施 不知对方是有意无意 这些政策都正好在两会期间推出 我们都不愿意用阴谋论去解释 而这三个领域又正好是国内今年所谓新制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中共是有针对性的扶持 国际上是有针对性的打击 中国所谓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充满坎坷甚至绝望 国乐环节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这开学没几天 老师又叫家长干啥呢 老师让写作文 描乎是时候现状 你闺女硬是把作文写成咋又是 那我不是写了吗 你是写了 你背面让人家清静 读出的镜头是外卖 打字的镜头是环带 创业的镜头 是负债 老板的镜头 是老赖 人生的镜头 是无奈 那我和你爸的镜头是啥 老头老太太 两脚一灯 埋在一个坑 你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好 我 那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